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对他人的影响 他告诉我们如何的回答是烈怒消退 暴力或激动怒气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言词 起立带来疗愈或伤害 建立或拆毁 因此我们需要仔细地考虑我们如何的回应 选择正确的回应 开始寻求上帝的智慧和他的引导 当面对困难的情况时 停下脚步并祈祷 邀请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原形 要记住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荣耀我们的上帝 并透过我们的回应 向他人展示上帝的爱 Amen 耶稣是我们完美的榜样 即使面对敌意和不公正 他用爱和恩典做出回应 他向我们展示了宽恕 谦卑和仁慈的力量 当受到悔虏时 他不以言词来相继 也不寻求报复 相反的他以怜悯 理解和智慧做出了回应 作为基督的跟随者 我们被呼召效法他的榜样 我们要向那些可能不配得的人 延展恩典 在面对愤怒时 以善意来回应 并在受到伤害时 给予宽恕 我们的回应 会反映上帝向我们所显明的爱和怜悯 学政界的回应 还需要自自的力量 我们只要自我控制 冲动的反应 让我们的情绪 主宰我们的言行很容易 但是 透过依靠圣灵 我们可以培养出自自的果子 使我们能够在挑战的环境中 能够以理性和冷静的回应 要记住 我们的回应有能力生计或缓解一刻的情况 选择正确的回应 可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它是自得的 透过以爱 善意和智慧的回应 我们可以成为和平的工具 在一切不确需要的上帝之光的世界中 能够照亮基督的光芒 Amen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给予我们的智慧和引导 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的情况之下 让我们选择正确的回应 赐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以爱 善意和恩典做出回应 及时面对困难的环境 充满我们的圣灵 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借出自知的果子 愿我们的回应能够反映耶稣基督你的品格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字 我们如此祷告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愿上帝祝福你们一个丰盛美好的一天